reportfraud.ftc.gov 举报 健康 时尚 美食 出行 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点30分 请锁定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的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 我是主持人 Jane 今天我们站在论坛非常幸运的邀请到了腾飞来给大家做这个分享 腾飞目前在西雅图的一家大型科技公司亚马逊担任产品主管 也就是principle product manager 腾飞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和独特的这个经历 曾经在国内的互联网行业工作了一段时间 转而呢又来到了美国攻读MBA 然后毕业之后加入了亚马逊做科技产品的这个产品经理 一直到现在 目前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这个产品经理啊 然后在亚马逊工作期间呢 腾飞也担任过亚马逊华人协会的主席 并且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我的这个 就是主持人的这个前同事还有优秀学长 呃腾飞要不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呃好谢谢 哎真你好谢谢大家好 呃我是腾飞 呃我应该刚才介绍的挺多的了 然后没有什么补充的 呃那个稍微更正一下 我这个叫principle product manager 没有产品主管 主管一般是manager of product manager 我这个还是不管人 我们在叫这个individual contributor 其他的你说的都对 好好谢谢这个纠正啊 呃但是我的这个英文没有说错对吧 principle product manager 对而且发音比我好 哈哈好的好的谢谢这个腾飞 呃腾飞这个这个招呼 那呃在我们进入这个正题之前 腾飞能不能先大概的介绍一下 自己的这个过往的工作和求学经历呢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够讲讲 比如说从你当时在国内开始 呃就我知道你可能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产品经理 以及其他的有过其他的一些角色 那后来怎么又会想到说 嗯然后要来到美国 然后或者说还要念mba之后 呃又继续留在这个科技行业去做产品经理呢 就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心路历程吗 啊好谢谢 那个可以 这个心路历程其实说不上 就是一些简单的个人经历吧 我其实呃刚才跟你说很独特的个人经历 我倒是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多独特 就是他就是一段经历吧 我是大概20年前了大学毕业 没有20年前进入大学的 2003年读大学2007年本科毕业的 然后我在国内学的就是计算机 然后毕业以后呢 在国内做过几年的程序员 然后也做过 后来在国内就转行做产品经理 然后产品经理 所以产品经理这个决定当时是这个在国内做的 因为是当时的我的程序员主管 嗯很好玩 他当时跟我说说 我觉得你很适合当产品经理 那个时候小嘛 就没听出来这个话的弦外之音 大概是弦觉得坎年程序写的不咋地 但是呢 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感觉是个工伪 因为觉得啊产品经理好像有经理 这个词听起来很高大上 但实际上就后来他知道 产品经理他就不是经理嘛 对不对 就跟那个 嗯 JavaScript的不是Java一样 就是个笑话 然后这个觉得很好玩 然后说那好 那我就去转一下 然后后来当时我就在国内担任了 我当时那个组里的内部转了产品经理 后来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这个 不管你从制定产品需求 制定产品策略 解决用户痛点 包括用户访团数据分析 都是我还比较有意思的事 然后后来就去做了 那就回到你后来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当时要来美国 其实我来美国是2013年来的 那个时候就还不到30岁20多岁 感觉应该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没有经过特别多的理性思考的一个过程 就是呃 我觉得几方面的原因吧 一个是很多外界的peer pressure 就是当时呃 一个是身边有一些同事 然后也是工作了几年出了国 然后感觉呃混得很光鲜 然后觉得呃可能很值得去follow一下 然后另外呢 这个呃确实是感觉就是当时在国内 虽然在互联网公司 在那个时候的互联网并不像现在这样风起云涌的 就感觉呃就是一个普通的行业 然后感觉对 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一个呃非常平淡的 类似于感觉一眼看得到头的 那谁知道后来互联网发生了这些事呢 就是觉得呃生活中也应该有一些变化 然后这个也许出国是一个挺好的经历 然后就选择出美国去美国 然后呃至于说为什么读MBA呢 这个事儿其实有这个多重方面的考量 一个是说产品经理其实比较适合的专业就是MBA 就是他们很多人说MBA毕业了以后做产品经理 产品经理有的时候这个他的很多呃skill啊 然后在MBA里面会得到额外的加强 然后另外呢这个很客观的原因是 除了MBA以外别的工作也不一定要我 对吧就是你呃我当时唯一可能更贴近的是 computer science 因为我当时刚转产品经理不久 很多编程的东西还没有落下来 但是我其实已经确定这个写程序不是特别擅长的事 真的是显不过人家 所以呃所以最后其实MBA最后也是 somehow变成了唯一的选择 就是你既没有一个呃其他的选项 然后你又觉得他看起来也还挺适合的 所以当时就是呃呃有情提示啊 如果谁想申请MBA不能不能用我上面这段话啊 就是这个下面这个有很多个人因素 当然了这个呃这个学习这个这个这个产品经理的 这个很多skill是非常重要的 提升自己的skillset也很重要 然后这个MBA的这个回答模板上有很多应该的要回答的东西 这些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还是要首先要再强调一下 但是我个人就是介绍了额外的这些原因 然后其实然后就得然后就申请到了CMU的MBA 然后CMU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是呃他MBA呢怎么说就是说不上很好就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CMU给我的一个bonus 就是他的计算机真的非常好 然后我就在那里去 就是蹭了不少计算机的课 然后如果我觉得这个课我还能拿下 比如说当时我学了computer science 那个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然后我就真的去认真的去把它当成辅修课 然后寄了五个还是六个学分的去修 然后呢如果觉得这个课我拿不下 比如CMU的那个神课什么呢 神learning什么的 我呢我就只能坐在那听一听 然后根本就不敢去拿它当学分 但是呃就不管怎么样 我到时候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技能 不管是从MBA的技能 不然这个还是从computer science的技能 这些其实后来对我找工作来说还是蛮有帮助的 所以我当时后来面 后面找工作其实找的还还算顺利 然后就觉得呃运气比较好 就投亚马逊 然后亚马逊会来CMU做on-site campus的一个recruiting 然后就运气比较好招待了 来了之后就后面的经历其实说不上什么独特的 就是我在Amazon15年加入 一直到现在就是8年了 然后就Amazon在8年的人也也独特吧 也没有几个人能忍这么久的 但是好像就呃 也是有的时候对莫名其妙的未知的变化 有一些内知的恐惧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一直留在这儿 然后啊就这样了就到现在了 嗯啊非常我在我看来其实是很精彩的一段经历啊 首先你我觉得很多地方我都能跟你共鸣 就是聊到这个作为一个产品经历的角色 MBA可能是似乎是唯一的一条 如果你要通过求学去进修的那么一条路 然后呃CMU啊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全称是卡内基梅隆大学 卡内基梅隆 University 呃这个学校呢 他主要就是计算机比较强 刚刚腾飞啊学长他也介绍了 就是说在这种计算机强效 他的MBA可能说呃不是属于那种顶尖的 但是由于他在计算机行业的这种名声的话 他实际上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在本身在Tag行业 或者想找Tag行业这个工作的人来说是非常 就是非常有优势的这样一个学校 所以就是非常能感同身手 然后我觉得刚刚腾飞也非常的谦虚 在介绍自己的各个方面的时候 嗯不管讲说是运气好也好 会是怎么样也好 但其实上所有的这些一切经历 我觉得会跟你自己的就是努力啊 还有自己逐渐提高的这种能力是强相关的 所以感觉就是说至少从我来讲 我还是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 没有没有没有 但这个呃我觉得就是 嗯怎么说就是当时你可能选择 从产品经理进入MBA这个行业 这个选择其实后面决定了一些一些事情 因为呃不是每一个读MBA的人之前都有做产品经理的经验的 然后也不是每一个读MBA并且想做产品经理的人都有这个编程经验的 其实我当时读这个当时也没有规划这么一条人生道路 只是他恰好就是每一步踩在那了 然后也有很多踩空的地方 但是就是你回看这一条路 他只是至少正好是踩对了 嗯是的 那呃你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说在Amazon也留下来 就是一直到现在有八年之久了 那就是呃从你的角度来说 那这八年的时间是什么让你就是能够决定在这里一直工作下去 然后有什么是特别吸引你的地方 或者说让你看到了是是能够让你发挥你这能力的这种很多的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对首先说最说得上台面的吧 就是其实呃这个就是我还是呃这个可能说出来大家可能会不太认同 就是我知道Amazon在北美有一个很harsh的culture 就是这个对名声不太好对吧 然后这个你管他叫北美华为也好 管他叫什么的也好 就是呃他对员工不太好 然后他呃这个对员工这个加班啊工作压力大 其实反而我个人觉得就这个我还个人还觉得这种这样的环境还不是也不能说不坏 只是说个人相对比较习惯 嗯嗯 这你可能知道我我们就不点那个公司的名字 但是我们之前在国内有过这个这个有过一些公司 然后我们有过一些更就是更严厉的文化 对他比如说呃会要求上下班打卡迟到一分钟发50块钱 然后他会要求你发邮件不能写错别字写一个错字50块钱 然后对然后如果有人有领导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然后你要发多少多少钱嗯然后我们其实呃我在国内其实经历过这样的文化 然后其实这样的文化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就是肯定放到个人来讲他对你的体验很不好 但其实你在这种文化中 somehow你的成长其实是很快的就是你的呃执行能力 然后你在这个非常飞速的这个呃这个运转飞速变化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然后做去做快速决定能力以及你deal with ambiguity的能力 嗯嗯都还是成长很快的 当然了这个确实有一点有一点找虐的嫌疑了 但是我觉得呃我可能就是你要一定要是我从个人的职业发展来说 因为我适应因为我之前有过这样的文化我觉得我把我放在这样的文化里面去我会相对更加适应一点点 就是至少来讲我现在目前到为止在amazon八年嗯 我还很难能回忆起有一个瞬间让我觉得哎呀这帮人怎么这样 就是怎么这么这么没人性或者说是这个对人怎么这么差 嗯可能其实我也经历过一些不太好的人和不太好的瞬间 但是我觉得他们和我之前的过往的在国内的一些公司的经历比起来 其实已经好很多了至少有对有些客气的话还是愿意客气的说 或者不客气的话也是愿意客气的口吻说出来 我觉得能做到能看到这一点就已经知足了 然后我个人觉得呃我在这种环境里面怎么说就是这个呃抗压能力 然后包括以前在国内培养出来的这个这个吃苦耐劳的中国人传统吃苦耐劳精神 其实我觉得还好 然后另外我个人其实蛮欣赏amazon这种比较务实的风格 就是很多公司其实我们做产品经理嘛 经常我们说产品要有vision产品要有mission产品要有strategy 我见过太多的公司的产品经理周旋在这种mission mission strategy中 然后这个讨论了太久 然后最后没有办法fast deliver 中国的互联网哲学从来都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中国的互联网哲学一直是 我记得腾讯带起来的叫小步快跑对吧 然后就是快速上线反复迭代 就是好不好的先用上去再说 其实我觉得amazon虽然没有那么极端 但他有一点点adopt的这个这个这个理念 就是他你看他leadership principle里面 有bias for action有deliver result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帮助你能够 很快速的去培养一件事情 做好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比较符合我个人做产品的哲学 就是大家会相对务实一些 然后会相对的更加bias for deliverable一些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然后那 然后剩下的还有一些机缘 就是你要实话谁说这八年中一次也没想过走嘛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每次想走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些客观原因 比如说你个人身份的原因啊 比如说家里有孩子 你是不是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点点时间 去照顾家庭的原因啊 我觉得就是有那么几个我想走的瞬间 都被这些客观的原因给劝住了 所以我也就是各种机缘机会吧 让我这八年就这么过来了 对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从国内训练出来 然后到美国的环境下面 其实很多所谓的这边的这种高压的环境 跟国内比起来可能都确实不算什么 这个从国内经历过的人来说 其实有这种感受啊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 那你既然已经来到美国了 在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里面 总还有那么一些公司 他可能是不是那么合适的那种文化 你没有考虑过就是说 让自己稍微放松一点嘛 我非常同意就是说小步快跑 这个快速迭代快速上线的这种 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讲 作为一个员工的话 你不会想着说 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找最受呢 这种感觉 你这个话就想起那个 之前那个看脱口秀里边 那个演员说的 你为什么不上清华 是因为不喜欢吗 他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 我想去就能去的 对吧 我觉得 我觉得确实是 就是在美国比较愿意 就是产品经理岗位 愿意比较务实 然后愿意去这个玩几袖子 做这个很dive deep的行业的 这个公司不太多 然后呢 有那么几家呢 要么可能是这个 比较实际的薪资上面不太对 然后因为一般的相对startup 可能会更愿意 这个做这种事情 然后我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有野心到 一定要做出一个startup的程度 然后这个 还是因为加这个 要养家的养家糊口 对于你还需要一个 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一点点的环境 然后呢 也有那种特别好的机会 加好平台也对 然后这个客观的因素也对 然后这个 做的事情也合适 但是人家也不一定要我 我也没有优秀到说 到哪去说 我觉得你这个公司很适合我 来给我来个offer 人家不能给我吧 所以 所以我就像我说的 其实是有很多机缘巧合 就是有那么几个瞬间 想过走 但是就是 恰好就是因为很多客观 也没有走成 明白 那在就是 在你在美国工作的 这段时间里面 你觉得 你在考虑比如说 要 要升职啊 要加薪啊 然后作为一个华人 在这样一个 美国的这种 大的科技公司里面 你会遇到 就你自己会感觉到 有什么障碍吗 或者说 他可能不一定是 针对华人的 也可能是说 你自己的一些思考 会说 你你你认为的那些 可能看不见的一些障碍 会在哪里呢 嗯 我觉得 这个看不见的障碍 其实就是 看不见的障碍 因为 我是说这话的意思 就是因为 呃 你如果要是都能看得见的话 他就可能不是障碍了 所以每个人其实 对于个人升职加薪 都会有一些 呃 自己认为的障碍 比如说 我可以说几个我的障碍 但这个障碍可能在 呃 在某些人眼里 他就不是障碍 他有一些别的障碍 所以我只能说是 呃 聊 比如说两个 我自己能想到的 然后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有 觉得这个 也也也也 也能够共情 那就很好 那如果不能够共情 也没有问题 这个可能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 哦 呀 我觉得第一个 我能想到的障碍 就是呃 预言障碍 这个障碍 其实呃 怎么讲 就是 它并不在于说 你能把 能不能把一件事情 说清楚 我觉得这个 其实都可以说清楚 问题都不太大 然后尤其 然后尤其 你只要工作了两三年 都可以 我觉得更多的是 你能不能听懂 别人的闲碍之音 就是你能不能听懂 这个呃 别人 这个跟你说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情感是什么样子的 他是生气的 还是开心的 然后当他说一句话的时候 他是不是真的 mean it 然后我觉得 这个其实 很多人觉得 这不是语言 这是情商 这是理解人际沟通 但我看起来 这就是语言 其实因为语言 就是解锁整个 理解人际关系 理解人际 这个理解社会的一个钥匙 你没有把这个钥匙 完全掌握 就会有问题 我举一个特别好玩的意思 就是呃 比如说 这个 你经常跟这个 一个一个一个 美国人说一件事情 然后 我们公司有一个口头禅 就是 有一个同事 就有一个 其实美国很多美国人 就有这个口头禅说 I'm not sure if I understand 就是我不确定 我是不是听懂了 没错 他其实 什么时候说这话的时候 他其实是 表示了一个 不同意的态度 但是我其实 就不懂 然后我一直到 去年还是前年 就是工作六七年了 我才明白这个事 之前每次他说 I'm not sure if I understand 的时候 我就反复跟他解释 我说好 你不说了是不是 那我就解释到 你数而为止 然后那个美国人 就觉得 哎呀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样子 就是他 我觉得他未必会 你对你的业务能力 去产生多大的怀疑 但是他会对你这个 中国人所谓的情商 会产生一些怀疑 他就会觉得 这样的人真的能升职吗 然后 会在心理上 有一些比较隐性的 一些折扣在那里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是 我在美国能感受的 第一道 第一个问题 然后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是 怎么讲 就是这个 这个可能更真正是我 就是 我觉得是social的问题 就是 我们中国从小被教育到 这个 怎么说 这个 要做到什么 人狠话不多 这个是江湖上的话 对不对 然后我们 我们中国人觉得 那个特别善于表现 特别善于social 特别善于表达的 那个 我们老祖宗是怎么说的 说色力 这个 这个色力那眼 就是这个 你表现得很好 但实际上 你心里倒是很空虚的 我们说 巧言吝啬显然 就是你 你这个人 嘴上说的花了胡哨了 你这人一定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在美国呢 就是 其实在中国 其实我们 即使到现在中国社会 大家 也我们 也在不断地鼓励 沟通交流 但是内向和外向 在中国看起来 就是两种 性格 而且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大家觉得一个人不说话 感觉这个人很踏实 很 这个听起来 给人一种 靠得住的 stereotype 但是在美国呢 大家的反而呢 就是说 在美国社会 比起中国社会来讲 我觉得他们 对于外向型人格的 包奖 是更多的 就是 你 你如果要是 尤其是我 对吧 咱们 咱们要是 你要是研究个高科技的 这个行业 那另说 就是如果你是做那种 比如说 postdoc 或者phd 那种研究 很多会被精细 领域的领数 就我们这种 干着其实就是 很普通的行业的人 你的interpersonal skill 如果要是好一些 或者你有更大的意愿 去与人沟通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对 你的职业发展 会有很多的好处 然后比如说 你在同事走廊里 碰到一个童树 他说 How's it going 然后你能跟人家 面不感测 心不跳的 聊上十分钟 然后比起那个 你就 斜着眼睛 看人家眼嗨 然后立刻把目光 躲开 然后就贴着墙边 走过去了 他就会对你的感受 完全不太一样 所以 我觉得这个 其实你很难说 这两种人 哪个更好 哪个更不好 但是在美国 大家都会有 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这种 interpersonal skill 更好的人 他们有更大的 他们有更强的leadership 然后他们的leaders 更强的leadership 可以帮助他们的团队 然后达到更好的 我觉得这个 其实从美国社会的 这个社会的速成来讲 也是没有错的 因为这个美国社会的 速成激励 就是以不断的人际沟通 然后不断的互相的 这个谈判妥协 这是美国社会 整个往前进的 重要的一个环境 而相比起来 在中国社会 其实很多时间 是top down的 那个谈判妥协 这些因素 好像在中国社会 表达的不太多 所以 美国社会的激励 我觉得决定了 他好像对外向性人格的 褒奖会更多一些 我自己其实 没有很外向 我是那种 属于在走廊里 打个招 或者贴墙面走的人 所以 我觉得 所以这种事情 我觉得也比较 对职业发展 也没有特别的 有好处 嗯 我觉得对 你说的也非常有感触 确实我觉得 普遍来讲 中国 长期在中国生活的话 会形成的那种文化 对对自己 不管是性格啊 或者说是讲话的习惯 等方面的 很多方面都 有影响 真的说要换个环境 可能很难掰过来 即使说 很努力的想要融入到 这个环境当中 可能会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那种 力不从心的感觉 那嗯 我不知道就是说 你你在 既然已经说是 八年在 amazon的一个 在在这个公司的一个 相对来说 资历比较深的 一个产品经历了 那每天你做的也是很多 是people management 的一些事情 跟其他的team 去collaborate呀 然后嗯 怎么去跟 就engineers 让他们干活呀 等等这些的 你你有什么小的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就是说 嗯 我 我确实可能生来是 不在这样的文化当中 会会导致我不擅长 但是我做了哪些努力 会让我感觉到好一些呢 嗯 我觉得 呃 在职业中可能 最重要的是be clear 就是你 而且be knowledgeable 就是你可能不是很擅长言辞 你可能 在不太擅长跟同事聊天气 聊橄榄球 但是要让同事感觉到 他们每次跟你沟通的每一件事情 你都非常清晰 非常准确的表达出来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你可能是一个 这样的话 你最多最多最多是一个可能比较boring 但是非常聪明的 这个准确的一个搜索引擎 这样的话会对你在同事逐渐变成一个相对比较reliable的形象 就是我的个人感触 它会让你呃 就是怎么说 会把你这个 没不 不是很外向这件事情的损伤降低到最低 嗯 然后 我觉得除此之外的话 其他的就是对人友善 然后这个尊重美国的社交理 就是如果你很内向 这个不说话 如果你有觉得有有些话 该不该说 是不是很很粗鲁 那你就宁可不说 安静一些 然后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 而且针对职场 不针对个人所平时的社交 好的 非常非常谢谢腾飞的这个总结和分享 啊 那我们现在先暂时的休息一下 休息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工作之外的 呃 腾关于腾飞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东西 好 谢谢 待会见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生生有情 1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 206-920-6721 206-920-6721 食物储存小贴士 想要爱护食物 这里有一些使食物更长久地保持新鲜的储存小贴士 请把切开的水果蔬菜放在冰箱里 把面包冷冻可以储存更长时间 在美国 40%的食物正在被浪费 节省金钱 节约食物 拯救地球 请访问西雅图公用事业公司以获取提示 我要告诉大家有关COVID-19的重要消息 这可能对你我都有影响 你也许听过COVID-19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 但请别担心 所有人仍可免费获得联邦提供的疫苗 保险公司只会支付居家检测试剂盒的费用 直到5月11日为止 因此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 是否之后仍继续承保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 欢迎大家回来 腾飞 我们现在想要切换一下话题 刚刚聊了很多工作方面的东西 现在我们聊一聊就是工作之外 我知道其实你前段时间回国了一趟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不同的感受呢 就是我也知道就是说疫情期间 包括前面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 你都没有回国 就其实离上次回国也蛮长时间了 那这次回国你有什么就有什么感触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感触还是就说不上 我不知道说不上同还是不同啊 因为这个我也没有跟特别多人聊过 我确实是回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七月份吧 七月初回了 八月初回来 之前大概因为COVID原因嘛 大概有 我相信跟很多人一样 我大概有四年多没有回国了 上一次回国是19年春节 我觉得其实还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首先肯定是有一些 这个大家都能感受到的 国内在很多这个 尤其是有可能我从事互联网的原因 很多日常生活的应用科技方面 还是比美国这个便利不少 就是因为国人在这种 这个日常消费的投资上还是挺多的 就是这个企业在日常消费的投资 还是挺多的 然后这样两个特别好玩的笑话 我觉得有意思的 就是我回国以后 然后发现每一家商场都可以微信支付 然后他们说 那个买完东西以后 他说扫码 然后说什么微信还是支付宝 然后我那个支付宝账号已经没了 然后我说我用微信吧 然后他说好 什么他扫我 然后我就说扫我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想我应该是有个二维码 我就把那个二维码拿出来了 结果那个收钱的那个小姑娘 就看着说我不要加你微信 流氓 然后我说什么意思啊 他说不对 那个收钱是有一个付款码 然后那个就是你你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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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个人微信的二维码 是个人的微信号 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买菜的老大妈 就像看图别人一样看着我 你知道吗 就是你怎么这个读不懂 对对对 以为以为我要加那个小姑娘的微信呢 然后干嘛的 其实像买两买两头 从不至于的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 那个那个 呃美团的那个共享单车 我这次回国才知道美团做了共享单车 也是我太久没关注 国内互联网新闻了 然后他们那个共享单车 就是停在路边到处都是 然后我之前只知道美团是送外卖 然后我就一直以为 啊美团这么厉害吗 送外卖现在这么频繁了吗 怎么每一家商店门口都停着 一百多辆送外卖的车 然后我就一直没敢扫那个 扫那个码过去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看到有一个人 他好像什么也没有拿 然后他拿手机扫那个美团的车 就把美团的车给解锁了 骑这个小黄车就走了 哎我说哎 这个没拿东西也可以送外卖吗 后来对后来人家跟我说 不对这个是共享单车 就感觉其实呃 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日常生活上的脱节 比如说呃就说回到一些大面上 比如说出门不带钱包 这个已经不太习惯了 然后呃到哪都是这个 用这个手机二维码付款 然后其实会有一些不太习惯 嗯但是 除此之外呢 反过来说因为我家在北京 我这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北京 就是也绝对没有像美国某些媒体上宣传的这样说 呃中国萧条了 经济不行了 可能确实是如果你看一些官方的统计数据来讲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这种小老百姓来讲 日常的生活好像并没有看到特别的变化 当然你可以说北京作为首都 那应该是最后一个被这个经济危机过几套的 你也可以说这个我的层次太low或者太高 但只是在固定的一个某一个固定的消费层面上没有看到 但是至少我如果你问我个人感受的话 呃我日常的消费 包括我见到我的老同学 见到我的老同事 包括见到了我的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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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我甚至回到我高中去看了老师 然后这种风雨欲来的感觉每个人都有 但是风雨好像就在每个人的耳朵里或者嘴里 就是就是没有看到这个天上的那个真正的风雨 风就真正的这个呃 擅满城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是一个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有一个挺好玩的事 就是这个我经常我管那个叫呃 物非人事怎么叫它不叫物是人非 就是我去了很多美国的就国内的那个商场 以前国内商场我印象中啊 我上次回国的时候都是那种小餐馆 然后这个小餐馆叫餐馆 餐饮然后卡拉OK 然后这次呢国内的商场里面都没有了 就是餐饮和卡拉OK都也不是没有少很多都变成了教培 然后也不是教培吧 亲子也教培现在不让了 但是亲子就是这个带孩子玩的地方 带孩子娱乐的地方 以及一些非学科类的教培 比如说体育啊然后这个攀岩啊滑冰啊什么的 后来你想了想 其实消费者就还是那拨人 还是那些当年唱卡拉OK 当年去吃饭的那帮人 他们现在有了孩子 于是这个消费者群体还没变 然后还他们还是中国社会的消费主力 他们还是只是他们领着自己的孩子 然后去消费了 他们的消费方向改变了而已 这个还是另外一个有点意思的发现 其他的我觉得 对我们就不都要够多工作上了 我确实跟国内互联网有一些 也聊了一些事情 然后那个就很多具体的一些业务上的事情了 那在你跟你这些 就是在国内互联网行业工作的 这些朋友和同事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有感觉到他们这个心态上面会有焦虑吗 或者说是有还是说很平常和和往常一样 或者说他们对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展望 我觉得中国的互联网 其实你回看大概是从1415年 我们从互联网加开始 一直到大概2020年2021年 我们从这个对互联网的一些行业限制来讲 中国互联网其实走过了一个 波峰再到波谷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的很多同事 他们的心态不一样 是因为完全取决于他们踩没踩到这个点上 就是踩住了这个点的同事 就是说句那个什么的 已经财务自由了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一种这个站在山上看虎斗 站在桥头看水流的感觉了 就是他们其实这一条河水 接下来是继续的浪涛汹涌 还是会慢慢的干涸下去 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关系不大了 他们更多的是一个看热闹的心态 然后他们也会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去点评 说你看这个互联网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挺有意思的 然后会变好 哪个行业会变好 哪个行业会变坏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了 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完整的一个周期了 而且他们也实现了自身的一些价值的 不管是这个个人的价值 心理价值 还是这个金钱 这些物质收入 他们都已经够达到他们的标了 所以这是一种心态 然后另外一种呢 比较焦虑的就是 似乎想踩点没踩上的 就是这个 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吧 其实人也就是很厉害的人 但是恰好 站在风口上 但是没有被吹上天的人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感觉 这个事业未尽中道风俗了的 你知道 就是好像事还没干完呢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我还我还为了 我还对未来有很多的期望呢 就像甚至有像 反映到我们新闻里看到的 带了很多的钱 买了房子 然后这个把孩子送到了 这个私立的贵族学校 然后现在这个需要经历一些生活的变化 这样也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心态怎么样 完全看个人选择 他并没有完全像新闻里说的说 大家都很教育 其实不焦虑的也有 然后其他还有很多很年轻的 比如说刚毕业三五年 他们其实看到互联网的大潮破灭 其实有一点点像 2020年2021年 你刚刚毕业的时候 你看到了那个年代的互联网大潮的破灭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 后来你发现很多 二三十年后改变世界的公司 也就孕育在那一个行业破灭的逐期之内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反而觉得 就是在这个 有一种怎么说 就是这个一切被推倒重来 然后他们是这个废墟上的重建者的感受 所以每个人的心态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取决于你自己的境遇 取决于你到底在过去这段时间里经历了什么 没错 我特别认同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取决于你在这个行业周期 你什么时候进入的这个行业周期当中 然后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如果说是在他在网上走的那段时期 你确实享受了这个红利 但是到了其实就在前两三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感觉到中国互联网 他们在聊的业务已经是比较的脱离互联网了 他们在想这个社区团购买菜 然后还有直播等等这些的 其实呃很多这些业务 他们可能就是关于西端的这些业务 探索的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开始看得到这种往下走 其实就是啊传说中的非刚性需求了 很多需求是被创造出来 比如说你看直播购物这个事 我一直到我到现在说句实话都没明白 他跟我小时候看的电视购物有什么区别 就是可能唯一的区别是你电视购物 不能那么频繁的换台吧 然后这个这个 那我其实是觉得你就是很多东西 很多需求是最后被硬性创造出来的 然后呢中间有很多其他的非原因 比如资本已经在那了 然后这个钱已经扔进去了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看点回报出来 所以呃这个我觉得我其实有些 有些很大露获的观点其实也是同意的 就是中国的互联网挺可惜的 在过去这几年中 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些非常的怎么说 细枝末节的消费端的改变 然后很多 嗯 fundamental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做 如果我们能利用这几年的互联网红利 想一想怎么搞个自己的操作系统过程 怎么搞一个这个什么 自己的一些这个算法出来 怎么弄一个自己的大模型 我们说了那么多中国有那么多可以做这个 呃那么多数据 然后我们不讨论那些隐私的问题 中国市场 有那么多专家说中国市场是最适合满神额领的东西 但是最后可大模型还是没有做出来 所以想想其实蛮可惜的 就是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资本因为呃 特别关注短期内的利益 所以他们好像错失了一些呃能够有长期发展的东西 这个其实很多人也说过这个我也我也蛮认同 但是反过来说呢 我就是一个MBA产品经理 我也不是干那个的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过多的去苛责别人 如果你换我在那的话 或许我也就干同样的事 嗯 好的 谢谢腾飞的分享 我们再次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 然后短暂的时间过后 我们再继续聊下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 就像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steak par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 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 听到了吗 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 请大家都去McDonald's享用贝果吧 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巴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萧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礼物卡是用来送礼的 只能用来送礼 不是用来付款的 它不能用来付国税局税金 保释金或债务 也不能用来换奖品 付电费 或处理家庭紧急事故 如果有人要您用礼物卡来解决问题 那就是诈骗 只有骗子才会要求您 以这种方式付款 如果您觉得您受骗了 可以向礼物卡公司申诉要求退款 并向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举报 好 欢迎大家回来 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 我是主持人Jan 然后我们的嘉宾是滕飞 好 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聊 其实我们聊到了中国 聊到了美国 那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 然后你中途也回去过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 在你在美国工作这么多年当中 你有没有那么一刻有那种冲动 或者说犹豫 就是说我想要回国去工作 去闯一片自己的天地 不会继续在留在这边 然后按照这边的这个career ladder 去去爬 攀爬 就是说你有没有那样的时刻 或者说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时怎么想的吗 何止有一刻呀 常有 尤其是在那个14年到17年18年 就中国互联网发展最好的时候 经常会有那种 就是中国古人说的那种 做官垂吊者徒有限于情的感受 就是你看着别人干得很好 你在那里觉得 好像没有自己的什么事了 其实有很多原因了 然后我觉得两个原因吧 一个是我的 一个是对方的 就是真的不是没试过 这个事过去很多年了 也不是 也不怕Amazon HR找我算账了 有面试过 这个实话实说承认 然后两个原因block了 一个是家庭原因 就那个时候我小孩是17年出生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 我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责任 帮助小朋友 因为我父母来美国不是很方便 然后我们可能需要更多 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培养小 陪着小朋友 而且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中 这个这个父母的陪伴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是我的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其实 你看啊 这个我是一个 就是大家所谓的 比较资深的产品经历 但其实我的这个 如果你看的话 我负责 我做过的产品 其实是五花板门 每一种产品 大概做两三年 中国的互联网 比较prefer那种 极差极用型人才 就是哎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 我们随便说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游戏 做手游 我们就需要一个 有五年手游的产品经历 而我们不想要一个 有十年 其他行业中 其中只有一年 是手游的产品经历 所以即使你挂这个 产品经理的title 干了十年 现在也不一定发留 而且 说句实话 你回去 如果你真回去的话 你要的薪资 可能还比中国的 local hire要高 你还未必接地气 然后这个 所以中国的本土公司 在那个时候也会有concern 而且在那个时候 中国互联网 很多公司 时值那么高的时候 他们也不一定 真的就看得上美国 就是美国回去的人 不接地气 这个是一个 三号行业共识了 可能有各把接地气的 他们也愿意觉得 这个 这个 这个false negative false positive 错过就错过了 所以他们其实 几方面的原因都有 这说到这儿呢 其实我觉得 人就是 你留学在美国 后来回国 其实有那么几个契机 是你最合适的 错过了这几个契机 就会越来越难 第一个窗口 就是你刚毕业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像一个 应届毕业生一样 你自己没有任何包袱 国内的公司 也没有任何包袱 你可以在美国 和中间之间 来回选择 第二个奇迹 确实就是 你结婚 或者有孩子 之前的那个时间 因为你没有 一个family的 burden 就是 你更多的考虑的是 你自己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个选择 到底对我好不好 对于这个 对于家庭 这个你不太需要考虑 它对于家庭好不好 对于孩子好不好 因为你可以选择 回去再结婚 你也可以回去再生孩子 那个时候 这个选项 这个burden不存在 当然我不是说 你一定就 因为家庭就不能回去 这个是一点 价值观的判断 有很多人 以事业为先 然后愿意回去 然后这个家庭 这边有人照顾 这个也没有问题 而且很好 所以这都没有问题 只是说 你在那个时候 选择回去 你不需要受制补 于这方面的因素 然后第三个选择 就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小孩子年龄 稍微大一点点 就是你可能 不太需要这个 就是或是 你不太觉得自己 obligated to 这个全职 要就不全职了 就是每天需要陪孩子 这样一个这个经历 然后这个 我们其实 那个时候 我在中国看到的 回美国 就从美国 回到中国的孩子 回到中国的人 基本上就是这几类 要么是20多岁 刚回去的 要么是这个 就是30出头 可能就是 我说的第二种情况 要么是45岁左右 然后属于 比较senior manager director 然后他们属于 后面最后一种情况 但是中间 我觉得任何一个 时间回去的话 你都会面临 所谓的中校不两权的选择 只是说 当然我没有这个选择 就像我说的 他有很多价值观的判断 就是到底哪个 对哪个错 我们不去judge 这件事情 但是他会让你 陷入一点点struggle 是的 我觉得这一点 真的是可能每一个 留学海外 并且在海外工作的人 多多少少都会思考的问题 这里跟个人的经历 个人的价值观 都会有很大的关系 我知道就是 腾飞学长 其实 其实在我看来 非常有才华 因为 因为腾飞 他自己还有自己的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自己的公众号啊 然后 但是没什么人知道 就像你一样 对 然后经常会写一些对生活和工作的思考 像就是我比较好奇啊 就是 你在工作之余 在带娃之余 在各种繁忙的杂事之余 然后有这样的心情 坐下来写点东西 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 就是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的考虑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爱好 就是 呃 我其实一直挺喜欢做这件事情的 包括我 这次回国 就是我 其实从 上中学开始 我就没有觉得写东西是一件 很 就是 很花费 需要花费脑子的事情 嗯 我其实 呃 每到一些 比较 压力比较大 或者说是比较这个累的事 然后 我反而会有更多的写东西的这个 这个欲望 然后 我其实从初中开始陆陆续续的就维持记忆记的习惯 而且我喜欢手写日记 然后我发现我的日记 现在其实很少写了 但是我发现我记得琴的时候 就是那些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比如说 高考的最后那一年 然后比如说大学毕业找工作那一年 然后这个准备出国的那一年 以及到国外的第一年 然后以及工作那一年 就那段时间基本上我会每天都会写日记 后面就随着日子过得平顺起来了 就慢慢的断更了 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 呃 表达 这个怎么讲 表达个人感受的出口 因为日记就是很好的地方 就是 因为我又不是那种特别喜欢找人喝酒聊大天 然后把自己的感受让全天下人知道的人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怎么讲 你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别人说 然后又 但是又不用担心别人看见 我自己的微博也有很多 只有自己可见的微博 那个时候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如果你只想写一个微博 只要自己可见 就直接去搜狐微博写就可以了 反正也没有人看得见 但是就这个意思 就说回来 就是对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发泄压力的出口 就跟很多人 有的人累了会去打拳 有的人累了会去跑步 有的人累了会去炒金刚经 然后你也不会问他说 你为什么能坚持炒金刚经 超到八十岁 他可能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 你总是有一点时间 去发泄自己的一些情绪 这真的很独特了 因为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 做下来写作 因为这是一个输出的劳动 其实是耗费你的心神和精力的 反而到了你这里来说 是一件相对来说 是一个放松的事情 是一件让你自己逃离 就工作和生活之外的这么一个空间 我觉得还很独特这样 但确实是这个 就是你要想写好 也是很花时间的 而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你看我经常会写东西 但是其实公众号也没有什么人知道 因为他因为写东西有两种 一种是以表达为主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个表达自我的感受 然后这个很多 就像很多这个很小众的电影 或者很小众的书 他注重表达 用这个作者自我的感受 他其实不太在乎看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以这个讲述为主 以表现为主 就是他希望周围的人都过来看 你看到的很多这个 所谓的爽文啊 绑文啊 王小啊 都是干这个事情 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写的 那个其实是很输出的 对我来说 那个你写那个 其实跟产品经理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琢磨大家喜欢看什么 比如说女主角和男主角 到了一个时候该发生什么了 然后这个什么时候该发生什么 然后这个每一段情感 你需要你需要 你一定需要大家的共鸣 但我其实现在写的 就很多是像日记 然后不需要大家共鸣 只是我自己的感受 写完了 日记本合起来 没有人看得见就很好了 嗯嗯 了解 那我们的节目还剩下大概四分钟的时间 嗯 利用最后的四分钟 我想请腾飞就给大家 给听众朋友们一些关于 职业发展方面的一些规划和建议吧 职业发展的话 我觉得啊 就是 首先还是先 这个 换一下 就是这个 每个人有自己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因为他会根据自己的偏好 其实最好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在我看来是你不需要思考职业发展 就是你 从小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喜欢 我有一个同学 他从小就非常喜欢建筑 然后他上中学就立志要考清华建筑系 他没有考上他就复读考 然后他后来考上了以后 他就非常厉害 在这个行业里 他其实很少思考过 他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脑子里就是这件事情 他从 十岁的时候就很清晰的认识到 他就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这次我为的最好的职业规划 是没有职业规划 那像我们一样 大部分人 我其实给一个 我当年这个大概工作两三年的时候 我请教过一个 我觉得行业里面做的比较好的人 就是他也是像我们一样 没有什么天分 但是他做的很好 然后你也没有看到 他特别努力的去钻营什么事情 他说人生是一个工资性的职业发展 比较好 什么叫工资性 就是在你人生职业发展的第一阶段 你是要横向的去汲取各个不同的领域的知识 就像这个乔布斯说的 我们如何把点连成线 或者我有一次看国内的一个综艺节目 李雪芹说的 我们东北人喜欢家里攒塑料袋 你不知道哪个塑料袋什么时候就能用得到 就是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或者说是这个 我很喜欢的一个画家 黄公望50岁的时候才画出名 他说他50岁之前 他就在各种各样的什么工艺技巧上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积累 然后他50岁开始学画画才变好 就是你用一个很长期的后继活发的过程 只要在这个阶段 第一阶段 你就到处去攫取各种各样的知识 你也不要需要问他为什么 然后你觉得有意思就吸取 然后到了人生的第二阶段 因为你吸取了很多东西 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你觉得你还能干得过 我们不说你有多大职业理想 你觉得你靠着这件事情 可以这一辈子 就自己养活自己吧 然后有这么一项技能 然后你在这件事情上深挖进去 然后走进去走远一些 然后尽量的努力一些 专注这个领域 这是公字型的那一数 然后到公字型最底下的一个横 就是因为这个行业 并不是你从小发自内心爱好的 而是你根据各种各样的因素 现实选出来的 最后你发现 你会到某一个地方 走到一个瓶颈 走不下去了 然后你会发现 周围有很多有天赋的人 比你走得更远 那这个时候 你再把你的这个眼睛 眼光往旁边左右看一看 然后看看周围的人都在干什么 然后横向的去拓展一下 自己的人际关系 拓展一下自己的知识 然后最后进一步的 发展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 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模型 好的 非常非常感谢腾飞今天的分享啊 希望听众朋友们今天也能有所收获 也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灵感 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下周五继续收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 我是主持人 谢谢腾飞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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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邮轮锦绣中华 16天超豪华之旅